CEO图书是第十一篇 你准备好了吗 讲业务的精神 上周有一篇文章曾经提到 穿好衣服再出门 大意思在说 如果你是一个事业体的业务 你一定要准备好了再出门 短冰相接没有好的准备 就反而是一种伤害 这让我想到秦朝末年的时候 群雄争霸 兵荒马乱的时候 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自幼父母双亡成了孤儿 无依无靠 也没有任何求生的技巧 只能每天到处去起食 他最常去的地方 就是亭长的家 在南昌的亭长家吃饭 吃闲饭 吃了几个月下来亭长 嫌恶他 觉得怎么每天来 于是有一天 就叫下来不要摆他往开 这个年轻人相当有志气 从此以后就不再去 亭长家吃饭了 可见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但是那内心总是有个伟大的憧憬 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实现 有一次他在城底下钓鱼 有几个大娘在洗衣服 看他很可怜 没东西吃 就常常拿饭给他吃 年轻人就跟这个大娘感情说 如果以后我成功了 我一定好好报答老人家 结果呢 惹来呢 那个大娘呢 那个生气的说 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 我是可怜你这个公子 才给你饭吃的 难道是希望你报答我吗 你长得那么高大 不去闯一番事业 待在这边起食 有什么出息 哇 这些话 点醒了这个年轻人 于是呢 他就从军去了 这就是一范千金的典故啊 他呢 身上呢 总是配了一把破剑 然后带着一只黑色的销 每天到处闲晃 村里的人都非常的鄙视他 有一天呢 在街上有一群无赖呢 就围着他 讥笑他说 你人长得那么高大 喜欢配的刀剑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不然你把剑抽出来 跟我打一架 怎么样 如果你怕死的话 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 那年轻人呢 不但没有动路 还真的就像他讲的 就从他胯下爬过去了 我想大概 大家已经知道我在讲谁了 这就是韩信 胯下之鲁的典故 我很喜欢跟别人 尤其是年轻人谈韩信 如果当初年轻的时候 他没有忍下这口气的话 之后就没有楚汉 相争的历史了 韩信呢 他是一个魔略家 战术家 他的统育能力非常的强 他很值得年轻人去学 而且他可以忍住性质 我跟人家分享说 我年轻的时候 曾经有几次这样的经验 开车啦 吓到人家 年轻人就来踢你的门 骂脏话 这时候你怎么办 我们也可以下去跟他理论 跟他干一架 这样对你是好的吗 我们知道我们是来做什么的 所以我们忍下来 这没什么嘛 有自信的人才可以做到这一点 没自信的人 每天要跟人家逞胸斗痕 你就没有未来 像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 飙车 国中同学到现在 还在坐在轮椅上 每次听他聊天 都觉得当时怎么那么冲动 后人就留一个评价说 在讲兵法的莫过于孙武 用兵莫过于韩信 后来韩信真的帮西汉 开下了汉马功劳 那作业务也是一样 作业务也分两种 一种就是勇往直前 行动派的 然后一直碰出一些挫折 碰出一些经验 可是如果他没有放弃的话 成功只是时间的问题 指日可待 那天遇到一个仲介 他说他去按人家的店里 按到隔壁的人都跑出来了 你到底要做什么 按到这个屋主出来为止 这个精神真的很厉害 我常常也是这样 很多仲介找我 他一次两次放弃就没有了 他如果后面在 我会给他机会 还有另外一种 他要准备很多时间 才敢走出门 这就叫做十年寒窗 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之 我宁愿希望年轻人 做行动的巨人 不要做思想的侏儒 总归一句话 心中要种下一个不平凡 我记得我创业到 现在过程里面 挫折当然非常非常多 可是我每次都觉得 那只是一个过程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享受过程 感谢挫折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谢谢